好 台南市游民22岁的王姓男子呢 因为他涉嫌这个诈欺 毒品 钥匙法等五罪 遭到通弃之后是逃往高雄藏匿 而这个13号总统立委选举开票日当天呢 他以为警方忙了一整天会因为这个选举的勤务休息 因此是和朋友在14号的清晨4点多 在台南的酒店聚会 结果一到酒店前就被巡逻远警认出他的身份盘查 还当场起出智势手枪 好巧不巧警方在执行巡逻勤务 刚好认出三名准备要进酒店的男子其中一位 曾因为毒品被通弃过 但警方一查男子根本在说谎 他不只被通弃还无案在身 不用警方命令男子乖乖把双手举高 让警方来搜 没想到原警才把他的上衣掀起 就看到裤头藏有一把枪 原来身被无案通弃的男子是台南人 为了不让警方找到被通弃后逃到了高雄 13号选举日他以为警方忙着选举无暇顾及其他地方 猜跑回台南和朋友到酒店聚会 没想到才刚要进去就被原警看到身上一把制式手枪和三发子弹也被找到 最后被带回派出所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理条例送办 另外炸漆毒品药事法等通缉部分也被解送归案 记者杨华许春文台南报道